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你所不知道的Surface 我是今天的主传特化员凯佑 我是Lin 今天就让我们来透过三分钟的时间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Surface的安全性特色吧 首先是大家最为熟悉的Surface安全性特色 Microsoft Surface是一系列非常适合现代化办公场景的装置 除了多元的产品线可以引导多运到不同族群的使用者之外 Microsoft Surface最重要的是就是专制安全性 以及可管理性 它能在器用户在提升员工安全性的同时 也能提升员工的生产力 Surface的安全性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向 在上期的影片中我们简单的提到了Surface的安全性 有大家熟悉的Windows Hello 实体的TPM晶片以及我们的Bitlocker 现代化工作十分讲究隐私 也非常担心商业资料的外泄 不过不用担心了 Microsoft Surface提供了红外线人脸辨识Windows Hello 让你我不再需要透过手动输入密码 所以呢无论是在办公室办公或是在外办公 只要将你我的Surface拿出来 透过Windows Hello就可以快速的登入 如此一来可以增加的装置的安全性 也可以增加装置的方便度啰 最重要的是Surface全系列都搭载了企业级的TPM晶片 可以提升内建安全性 除此以外呢 商务版里面也搭载了Windows 10专业版 还有内建超高安全性的Bitlocker等功能 加上我们的Windows Defender Credential Guard等功能 可以防止装置的凭震招窃窃 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有内建Microsoft Defender 防毒软体随时开启使用 确保装置是在防毒软体开启的状态下使用 Surface装置的安全性除了强调 实体安全特色以外 还包含了可管理能力 可部署能力 以及随时随地保持安全 也是Surface安全装置的一大特色哦 Surface装置强调三大安全性 从芯片到云端的保护 自动化部署 以及云端的现代化管理与控制 Surface 上用装置搭载了 Microsoft精心为装置设计的层层保护 透过Microsoft 365云端管理工具 让Surface从作为系统 韧体到硬体都受到了层层的保护 Surface 对于企业IT人员来说 也降低了工作复杂度 更省下了许多时间 商务版的Surface在启用那一刻 即可开始使用AutoPilot 也就是自动化部署工具 让员工可以快速上手装置 所以Surface 在需求调整 装置转换 以及安全讯中取得完美的平衡 Surface 可以让使用者自由的使用 却依旧可以让企业保有控制 透过Microsoft Employment Manager 与DMCI 透过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让Surface 在企业中 依旧保有安全性 影片的最后 帮大家讨论一下 Surface 的安全性要点 首先是 Windows Hello 人脸辨识 加强装置登入的保护 以及 TPI 2.0 与 BitLock 能够带来加密安全性 为企业提供资料安全 最后则是 Surface 除了强调实体安全特色 可部署能力 可管理力 以及随时保持安全 也是Surface 强调的一大特色哦 感谢今天收看你所不知道的Surface 我是今天的注点特派员凯佑 我是Lin 我们下次见 拜拜